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整個一個廢城半導體的指數 也呈現了拉回 可是我在這裡 就跟觀眾朋友講過說 美國股市如同一個兔子 台灣股市如同一個烏龜 美國股市直接V轉 從低點反彈到了半年線 那台灣現在還在月線 跟季線之間的一隻烏龜 它這邊爬爬爬 所以我們現在要如何來驗證 整個台北股市 它是可以有多方的架構 我說就是幾個 當你美國股市在漲的時候 你台灣不跟 人家是兔子 你是烏龜 在那邊爬對不對 美國股市因為半年線的 技術性的壓回 漲多的修正 你會不會跟 以今天裡面開盤 大家都很害怕 因為禮拜三還有CPI的一個指數 CPI就是物價指數 我認為大家不用過度担心說 明天的CPI的一個指數 你覺得7月份的CPI的一個廉增率 還能夠比6月份更高嗎 不太可能 因為油價都下去了 所有原物料都下去了 只是它的降幅有多少 市場是擔心的是 因為美國它的一個非農就業人口 還是很棒 還是優於當地分析師的一個預期 它足夠讓它去支撐它去做升息 可是這個是倒果為因 大家要知道因果 因果 什麼是因 不是因為你的就業率好 你的景氣好而去做升息 你是因為你的通貨膨脹 實在太高了 才造成了升息 而升息才造成什麼 造成景氣的下滑 所以大家都搞錯這個方向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講說 現在裡面台灣它爬得慢 它是一隻烏龜 沒有錯 相對應不管鄰國來比 不管是在整個一個美國股市比 我們的位階都低 但是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因為台海上面 大家都看台海的危機 我說台海的危機 它是危機 它也是轉機 這是面子跟理直之爭 你什麼時候看過 美國股市的拉回 台北股市可以跌100多點 或是跌200多點 咻 拉到平盤之上 就是因為這個時間點 有的台海危機 它國安基金的互盤 或是政府的互盤 會更積極 這不是只有台灣 我也跟大家講 整個大陸股市也是這樣 你自己看大陸股市 不是也這樣子嗎 盤線 咻 就上去了 跌到3100多點 拉到現在已經3244點 為什麼我跟大家講說 你不用太過在乎美國來講話 在最近的風風雨雨 講了一堆什麼 飛龍就業人口太好了 怎麼樣怎麼樣 可能在未來9月份 還要再升息3碼 這個消息裡面隨便大家說 如果大家真的是這樣子的看法 我問你新台幣呢 因為美國在6月份已經升3碼 台灣沒有跟 7月份升3碼 台灣也沒有跟 如果在這種過程中 台灣台幣的弱勢很正常 如果台海的危機 真的這麼危機 你覺得新台幣會這樣嗎 外資汇出去很正常 但是外資這個汇出去 它跟新台幣 因為沒有升息 而造成的弱勢有沒有關係 它有一定的關係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講說 在這個時間點裡面的 一個台北股市 沒關係你之前沒有跟上 美國股市的兔子 那你現在就要當了 龜兔賽跑裡面的烏龜 你要慢慢往上爬 我說我的目標沒有改變 看季線 你至少要看到季線 人家都反彈到半年線的拉回 整個一個美國股市 它反彈到半年線 這是道瓊 這個是NASDA NASDA就算昨天的拉回 也是到什麼 回測半年線 因為半年線的反壓很重 你看整個一個廢半 是不是也到半年線拉回 我們台灣再給大家看一次 這是月季線 連季線都還沒到 所以在這種過程中 我就跟大家講說 在這裡裡面 你就要自己去區分幾件事情 如果看技術面而言 你KT指標在指標50附近做正交叉 它高點前高會過 它已經有交代了 昨天的高點 其實15034 它就過了這個高點 15035 它就來這邊高點15035 現在的高點15077 是不是過高 可是它的量沒有去過高 它的KT沒有去過高 這個叫雙背禮 雙背禮的過程中 那就看你的選擇 如果你要去買股票 你就要等它盤中震盪 往下震的時候你再去買 或是你去選擇低位階的個股 或是你去選擇在目前 我說正目前就選擇幾個方向 一個上半年好 下半年還是好 不然就選上半年不好 下半年好的 不然你就去選 籌碼的優勢的個股 這是你自己去做選擇 在目前而言 整個一個台北股市 我們來看看 我就跟大家講 就是萬五的多空爭奪戰 看空的人一堆 你自己想想看 在最近裡面台北股市 以資券的變化上面而言 我給大家看 以資券的變化上面 融資大家怕得要死 趴在這裡 但是融券 有沒有創下近期的高點 也就是說 你從在這邊裡面放空 到目前為止 單純就見券餘量而言 大家就是因為除泉息之後 很用力 很猛力的放空 大家也都瞭解到 景氣是往下走的 所以你很猛力的放空的過程 純粹以目前的指數 跟這樣的融券來看 並沒有討到便宜 所以我說這樣的一個方向 你也是可以參考 譬如說資減券增而架強 資券同增而架強 但是在這種過程之中 我們要去了解到 整個台北股市 它如果是雙背禮 就是像今天它是過高的 可是它是雙背禮的 你要買你就稍微等個股 稍微盤中漲多 快漲停板你不要去追 震下來的時候 你再去做留意 我說台海的危機 既是危機 它的轉機就是來自於 互盤會更積極 但聽懂我意思 台灣是如此 大陸也是如此 這就是面子跟理直之爭 在這種過程之中 在目前來講 只要守住月線 它就不至於轉落 如果你做短線的人 你就做多到什麼 日KD交叉向下 現在是雙背禮的格局 你就盡量採取到低階 而且你要有買 你就要有賣 聽懂我意思 你要有買 你就要有賣 因為它的KD指標 目前是交叉向上的 沒有錯 你偏多 偏多到交叉向下 可是問題是 你在指數創新高的時候 你是雙背禮 你是雙背禮的過程 你就不能夠持股的比例 它去做增加 你有買 你就要有賣 這是維持著你的持股的比例 也維持著你的投資組合 我在之前就講 你在這個過程之中 2022年的辛苦 就是來自於 不斷的去調整你的投資組合 在目前來講 新台幣只要沒有讓你看到 一天重貶一腳以上 你就不要管台海的危機 台幣貶值是很正常 因為我們台灣沒有去做升行 兩次了 6月7月都沒有升 看起來也沒有央行的 臨時禮監事會議 所以這個部分 只要外資齊選線 它不可以同步偏空 它同步偏空 就會造成台股的壓力 可是台股的壓力 在這個時間點 那就交給國安基金 你就交給國安基金就對了 因為它會去 大陸延長軍演這些的政治利空 這個都是國安基金裡面 會互盤的 我在之前就提醒過大家 美國中期的反彈 中期的反彈 它反彈到季線 到半年線 本來就會有漲多的震盪 問題是我們台灣的位階比較低 你能不能夠去做一些 在這個時間龜兔賽跑 就像那個烏龜一樣 兔子跑很快 現在要休息了 你烏龜還是要持續往上爬 還是要持續的往上爬 這就是你觀察的 也就是說 我們在公佈 第一上半年的財報的時候 你要利空的鈍化 或是利空而不跌 現在因為景氣是下滑的 我說為什麼我們台灣 整個一個投信的力量出不來 內置的力量有出來 但是還沒有完全出來 是它還在改 但它的方向還沒有完全的改動 也就是說你的景氣是向下的 你的投信它的操作 因為我們台灣這幾年以來 尤其是這十幾二十幾年以來 它就是有個習慣 它習慣籌資在一些 月成長跟年成長的 我今天看了一下 還是需要月成長跟年成長 好像市場的人氣會比較足 也就是說投信這種操作的模式 它影響到業內主力 它影響到長期以來 投資人的操作習性 但是因為過去這十年來 最長的多頭 它已經讓大家形成了一些的慣性 一定要去買雙成長的個股 它才會漲 它才會飆 它會造成現在選股的難度 是比較多的 我就跟大家講說 在目前為什麼說 灰兔賽跑的過程之中 我們的台灣 面對美國就像一個兔子 大家知道NVIDIA 灰達 它昨天是跌了6% 6% 大家知道NVIDIA 從之前的第二季 它就已經講了 我的平台延後到明年的第一季 現在 也就是它發布猜測的利空 已經很久了 這一次是說 我沒有辦法達成猜測 昨天跌了6% 但是大家知道它從7月初 7月初這裡 不要說這裡 這裡反彈起來 快40% 40% 它已經講了那麼多的利空 都可以彈40% 我們台灣呢 我們台灣不要說別的 我在之前就跟大家講 我說我140幾 150幾買的星星 我170幾賣掉 我沒有賣到180 我170幾就賣掉 這是我們台灣NVIDIA 相關概念 請問有反彈 40%嗎 你自己去對比一下 請問那麼強的台積電 都沒有財報利空的過程 有反彈40%嗎 將近40%嗎 都沒有 所以我認為在目前 我今天看完這個盤之後 我也相信台灣 短期之中要去扭轉 整個一個在第三季 或是第四季 一定要成長的公司才會漲 它短期沒辦法扭轉 所以在這時間點 我就跟大家講 它大概分成幾個 第一季好 第二季 應該說上半年好下半年好 網通 可是網通在上半年 機器拉很高 成長性很強之後 它的下半年還是成長 但它成長性會降低 所以網通的族群 就是這一類型 車用的族群 也是這一類型 然後可是車用問題來了 車用會一下這個好 一下那個好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台灣裡面 沒有自由品牌 沒有自由品牌的過程之中 它會因為它有很多產品鏈 而造成營收 有時候成長 有時候衰退 我就說我們台灣就是這樣 好像營收越減 是天上會掉下來 天上會掉下一台飛機 好像原子炸彈一樣 每一天都在講這些的利空 我就問大家 那回答到底在講什麼 人家從第二季就講裁測利空 第三季 第二季是預告第三季 過來現在第三季又預告什麼 第二季沒有達成猜測 它漲了快40% 我們台灣變成說 ABF的個股裡面 在今天我終於看到什麼 面對NVIDIA的利空沒有跌了 NVIDIA利空沒有跌了 台積電這樣的一個利空 也是呈現小跌 也就是說我們在未來 我們不能夠要求 這一類型的個股上面大漲 但是你打大跌 在今天裡面來講的話 大家看到這些股票大跌 我都覺得好好笑 難道你不知道記憶體不好嗎 本來就是打大跌 既然這些個股它還是 因為我們台灣 傳統的操作的習性 沒有辦法像NVIDIA這樣子 像一些美國股市 像兔子一樣 我們就只能夠去選的是什麼 可能在這個時間你的選擇 上半年好還是要下半年好 這些的個股如果你要去選 就是等到財報利空頓化 打大底 讓它打大底 至少打個三個月 半年左右的時間 你再去考慮 半年會比較沉在那一邊 你會比較沉在那一邊 這是我建議大家的方式 至於上半年不好 下半年會好的 我們等一下裡面 會進一段廣告再告訴大家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鼠方在盤中裡面 一直在調整投資組合 去做一些的進出 你要跟著鼠方 一起財富向前走 調整投資組合的觀眾朋友 現在是你最佳的時機 因為我們都在調整投資組合 就像我們在今天裡面來講話 也開始去調整 這是第三季會比第二季 成長三成以上公子 我不是幫你選漫步在外太空的 是打底完成的個股 為什麼 我們等一下裡面來講話 再來告訴大家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要調整投資組合的投資朋友 成為台北股市下半年的贏家 現在是最好的時機 打電話進來 跟上鼠方在未來 全新的投資組合 以及盤中的操作 你好 歡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實上半年好 下半年也好的 我們在之前講過 第一個 它來自於網通 網通因為過去它毛利很低 所以它拿不到 晶圓代工的一個產能 所以它就因為缺料 它就算有訂單 它也出不了貨 現在因為NBPC手機 伺服器 或是我們可以看得到的類別IC 全部訂單都下來 你晶圓代工的產能 就會功過於求 功過於求的過程它就會丟 之前報價高的我先給 你報價低的我就後給 網通的主群就是因為這樣子 而造成跟工業用的電腦都一樣 而造成它陷在裡面 上半年跟去年來比 因為去年缺料會大爆發 下半年都要看你 來自於電信端的 它是沒問題 為什麼 我要講 因為台海的危機 因為大家都只看到台海的危機 你碰到的問題 你要去做解決 你不是說台海的危機 然後怎樣 作以代幣 不是 台海的危機之下 就會有很多的公司 反而因此受惠 因為你是毛利低的 或是怎麼樣 你本來在之前 有中國跟你去做競爭 像之前大家應該知道華為很厲害 對不對 可是華為後來大家就不用它的 一樣我們的電信端的部分 因為歐洲跟美國 假設你這家公司的比例很高 而且你在非中國以外有廠 你就會有轉單的效益 所以我才會在之前跟大家講說 整個一個網通的族群裡面 我們做過非常多檔 不管是從字役 起機 一直到整個一個語字 再到最近裡面 在8月4號 8月4號我們推薦的就是5388的中壘 我當時候有沒有在這個節目裡面自己去看 我就講 他是台海危機的受惠者 8月4號的一個中壘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基本上而言 他的那一天 8月10號只有在80幾塊 給大家看 80幾塊 昨天漲停板 我有建議你不要去做追高 你今天去做追高 不關蜀方的事 因為我說過 任何的個股 蜀方也好或其他人也好 講2到4%以上的正乖0 你就不要過度的追高 你可以震 譬 譬如說你今天是買盤下OK OK 或是你今天是買震的時候OK 你不要拉得最高的時候去買 這個部分自己留意 他從80幾到昨天的漲停板 是101 到今天來講的話 已經最高到106.5了 20塊 一下子漲快20塊 你就應該知道 這個過程中 他就來自你的投資組合的轉換 因為市場還是這樣子 他還是喜歡月增 年增 因為中壘的法說就說了 我有很多轉單效應 我下半年60億起跳 60億代表什麼意思 他的7月份的營收創歷史新高 就是61 那就是下半年是OK的 就如同我們在之前也講華通 我說華通 他的第二季的EPS 我說市場的法輪都估0.9到1 我說我估1以上 結果沒想到比我估得還高1.21 1.21的過程中 加上他7月份的營收成長 加上低軌衛星也是上半年不好 下半年現在開始出貨 低軌衛星不是只有SpaceX 觀眾朋友 低軌衛星有四大客戶 SpaceX Gateway 亞馬遜 還有一個歐洲廠商 對不對 所以在這種過程中 他會開始去做出貨 你來看看 華通他有低軌衛星 他是不是低軌衛星本益比最低的 現在開始出貨 加上蘋果 你覺得他今年賺6塊以上 現在股價會很貴嗎 所以我才會說 如果你超過了 我們在當時候講的置身 你可以考慮華通 風險並不是非常的高 這種一個操作 另外一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就跟大家講說 剛剛有談到 就是說低軌衛星 你自己看 像台陽 它是不是也是低衛星 台陽有賺錢嗎 我就問大家 台陽有賺錢嗎 台陽也沒有賺錢 問題就是 你現在就是到了什麼 你可以去做成長的 我也跟大家講說 在這種過程中 像這一類型的個股 它在今天裡面 它是出量的 KD指標指標50附近做正交渣 我說任何的突破必須帶大量 方圍針突破 那是不是代表這個底型是確立的 既然它長線的大底就在這裡 你的風險很低 再加上我剛才講的 現在裡面的選股 大家都會考量到台海危機 就是因為台海的危機 它會有非常多的美國的轉單 跟歐洲的轉單 所以它現在的一個能見度 我剛才說這王陵城大底 它上半年真的不好 上半年不好 下半年比上半年好 第三季的營收 比第二季成長了三成 但獲利成長十倍 六倍到十倍以上 明年的獲利是今年的成長 一倍以上 一路到什麼 訂單的能見度到了後年 這就是全世界 全世界在這種過程中 它要共同去做推動的 所以像我在之前跟大家講說 高卷之比的個股 每一次上來大家 不管你要加空或什麼OK 你自己去想想看 為什麼長榮 陽明跟萬海 長榮就是比較強 因為他們都放空的很多 大家會說 因為7月份 長榮的一個營收比較好 我就問大家 營收債好 假設沒有回補的壓力 怎麼會強 所以雖然這比高的個股 它不可能永遠都在加空 但是它在這種過程 它就會相對性的 你要不斷的不斷的去做一些了解 我也跟大家講了太陽能 太陽能上半年 基本上也 整個安吉 聯合再生 援金 我就說它的上半年真的不好 你不要在上半年財報公佈的時候 你去亂砍 你去砍的話 你在未來裡面你會後悔 因為他們基本上下半年 是我剛才講 法人的投資的邏輯裡面 要雙成長 既成長 年成長 明年又要比今年能見度高 它會在裡面 太陽能的族群會是法人的一個選擇 這是你自己留意的 先進製程不用講 我說過宏達電集團 基本上來講話我是不會選 因為未來裡面的元宇宙 我說就三個品牌 蘋果 臉書跟Sony 這你自己去做一些的一個留意 聖達科在今天裡面的股價 你之前不去買 今天創新高173.5 你才來去追 他說聖達科 我就在最近裡面一直在想 我們台灣為什麼在最近裡面 很多投資朋友都很好玩 我就給大家看一下 他說7月份的營收是衰退 因為他7月份的營收 比6月份裡面來講話 是衰退的 你來看 因為他7月份是1.82億 6月份是2.12億 這個叫月減 年增 這個營收不如預期 我給大家看 他的第二季 大家知道 他的第二季的營收是什麼嗎 1.8 如果跟0.93來比 這是一倍 這是一倍 然後如果他的1.8 再跟1.73來比 有沒有成長 所以他只要符合 他只要維持這個水準 他的第三季 其實就比第二季大成長 這是大家自己去做一些留意的部分 所以我個人來講的話 沒有任何的意見 我也不會說你要去做追高 只是跟大家講說 台股裡面來講的話 如果你要去找到月增 年增 他的打擊範圍本來就會縮小 可是如果你從這樣的一個角度上面來看 下半年能夠比上半年 開始成長的個股 也加入了這個多空的佔局 我覺得台北股市機會就會越來越好 所以我們在今天幫大家選的 也不是已經漫步在外太空 高高在上個股 是完成大底的個股 而且下半年 它可以比上半年大幅的一個成長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要跟著薯芳一起調整 投資組合的觀眾朋友 成為下半年贏家的投資朋友 就趁著廣告時間點打電話進來 趁著這個時間 美國股市漲多的震盪 台海的危機每一天都有震盪的時候 逢低可以去做承接好股的動作 就趁現在 打電話進來跟上薯芳 在未來全新的投資組合 以及盤中的操作 讓自己成為下半年真正的贏家 字幕錄影